钟翰良与李小然的新剧《往后余生》从官宣开始就备受期待 这是两人记《来不及说我爱你》《溺水寒》之后的第三次合作 《溺水寒》顾西朝一决让钟翰良起身天涯似美 《来不及说我爱你》贡献了国产剧《吻戏数量之最》 慕容峰与引进吻《旷世略》至今为人津津乐道 从民国直到现在 《往后余生》的略性程度不亚于《来不及说我爱你》 该剧改编自《匪我私存》的小说 爱你是最好的时光 了解非大的人都知道 他在写黑暗略烈方面可是独具匠心 笔下的小说十有八九是B.E. 背板上银评引起深度讨论的包括 《千山暮雪》 《来不及说我爱你》东宫等 《爱你》秉承了他的一贯文风 略得人心疼甘养 这本小说被影视化最初定名为 今生你欠我幸福 后改成的更文艺范儿的《往后余生》 2020年圣诞节当天开机 2021年4月12日杀青 目前已经进入后期制作阶段 预计2022年上线 目前该剧放出了片花 短短40秒曝光了五大狗血点 网友看完了表示够刺激 从预告来看 故事梗概基本与小说没有出处 小说中男主角 聂宇胜中汉良饰演 与谭靖李小然饰演 七年前有过一段甜蜜的时光 后来谭靖无疑在父母的设计中得知 聂宇胜的爸爸有可能是害死自己爸爸的凶手 于是他下了一盘大旗 报复聂宇胜 故意怀上了他的孩子 然后打掉 告诉他 这世上最残忍的事并不是别的 是让你以为自己拥有一切 最后才发现这一切其实都是假的 他丢下了一句从来没有爱过你后 从此消失在了聂宇胜的世界里 聂宇胜被耍又被甩 恨吃住骨 扬言要让他身败名裂 转眼七年过去了 他成了心外科的专家 身边不乏追求者 但依然截然一身 他不知道自己对他是思念更多 还是恨意更多 七年后 你会不会突然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上演 漫漫雨天 分别七年的男女主角 在街角擦肩而过 女主一嫁给他人为父 有了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 有些年 你没有遇见时 根本不会注意到 一旦遇见 此后走哪里都会碰到 几天后 他带着儿子来看心脏 接诊的正好是他 谁也不想跟谁有交际 但小男孩的心脏病很严重 不手术活不过几个月 这是这方面的权威 他求他救救孩子 他亡之藐视 你当年打掉了我的孩子 跟别的男人生孩子 现在要我来给别的儿子做手术 不 我不要 这是你的报应 连日不眠不休地照顾儿子 他倒下了 他倒下的那一刻 外表冷漠 嘴上强硬的他 立马却想也没有想的 就一把公主抱 他突然有点明白 恨是因为爱 儿子重病 丈夫是时不时地会家暴他的酒鬼 为了手术费 他舔下脸去求他 他把钱撒在了一地 用这种羞辱于他的方式来发泄 看到他过得不幸福时 自己的心痛与无奈 他本该是自己捧在手心里的宝啊 几经转着 他发现孩子原来是他的亲生儿子 他想到自己对他和孩子的能言和羞辱 悔不当初 抱头崩溃 蹉跎了千年光阴 他问他 你爱我吗 他回答 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停止过爱你 一句话 等了很久 他的眼底略过失望 继而悲喜交加 往后余生 他不作了 他不口是心非了 他们好好过 看完这个预告 有没有感受到一股浓浓的狗血味 说起来 聂余胜的遭遇 与何以生相莫里的何以称 有些相似 同样是双向奔赴的感情 受困于上一代的恩怨 同样是女主跟别人假结婚 同样是阔别青年 宠宠旧爱 不同的是 聂余胜有一个亲生儿子 爱你是最好的时光 2012年上线的时候 曾收到过很多的负面评价 被诟病 为了言情 而言情 为了略心而略心 男主莫名其妙地就此生不悔 非你不可地爱上了 女主做的读者 恨不得钻进小说里 却抽他两个大瓜子 到最后 女主的整个梗概 就是因为误会分手 熟生如玉 假结婚 孩子生病 重回男主怀抱 男主则 尤为一朵谢氏白莲花 在被女主伤到遍体鳞伤后 在他毫无音信的七年里 一直苦苦吃等 大概钟翰良就适合演这种 当生命中出现过那个人的时候 其他的人都变成了将就 而我不愿意将就吧 当然 小言句嘛 就是怎么搞血 怎么来好 网友表示迫不及待的想看了 除了钟翰良 李小冉 剧中还有很多熟悉的面孔 演示钟翰良的父亲是张成光 有意思的是 这部剧用的是原生台词 爸爸是TW口音 儿子是HK口音 王阳饰演男二号 盛方婷 与李小冉一起演绎 庆云年长公主 藤子精的 前世今生 王阳的可塑性非常强 演医生向医生 演反派 坏的人血压标生 演霸的总裁 也是有内腕 王小饰演孙志军 女主名义上的丈夫 这是他与李小冉的第二次合作 梁在之前一起演过 老婆大人是80后 追了几部剧 终于追到了手了 李小冉比王小大两岁 两人同框 却像熊妹 不得不说 李小冉保养得真好 改剧虽然是带球跑 加追击火葬场 加破镜重圆的老梗 但是狗血又刺激 而且是非我私存 难得的大团圆收尾的故事 相信以钟翰良 和李小冉的号召力 这部剧说是应该不会难看 钟翰良和李小冉这对CP 从来不及说我爱你的 尹静婉和慕容四少的组合 就已经让无数观众无法忘怀 这对CP可以说是 BG剧里少有的经典 而两人最近又合作了一部爱情剧 叫往后余生 这也是两人的第三次合作 网友纷纷调侃 这是慕容四少和尹静婉 现代的再续前缘 说来也巧 往后余生的原著作者 和来不及说我爱你的 原著作者都是一样的 都是著名的作家和编剧 肥沃斯存 这位作者的作品都偏向于 狗血和田略交织 所以看起来特别带感 4月29日 往后余生也放出了第一个预告 在预告中可以看到 这部剧真的是 集齐了很多狗血元素 带球跑 久别重逢 各种误会等等 好在钟翰良和李小冉 很有CP感 演起来也一点都不违和 因为小说里 这两个人 也是属于年纪 有些大了才重逢的 李小冉饰演的角色 在钟翰良饰演的角色出国后 结婚生子 多年后 钟翰良回国成为了一名医生 而这个时候 李小冉的儿子生病 钟翰良正好是他的主治医生 两个人就以这样的狗血方式重逢了 这部剧也被称之为中年偶像剧 这么说其实也很贴切 虽说 加了中年两个字 但好在钟翰良和李小冉都保养得很好 演起来一点都不违和 李小冉压干看不出是40多岁的女生 钟翰良把身材维持得很好 一点都没有中年大事的油腻感 往后余生由钟翰良 李小冉 王阳等等主演 今年演出开机 经历了四个多月的拍摄 在四月初杀青 作为来不及说我爱你之后 李小冉和钟翰良再度合作的作品 往后余生还是备受观众期待的 有不少网友也直呼 好狗血 我好爱 好狗血 我的下饭剧 近年来 电视剧市场狗血剧似乎少了一些 在狗血剧往往能让人欲罢不能 所以也成为了不少观众的下饭剧 看起来特别的带感 李小冉在谈起和钟翰良的拍摄时 说到三分之二的戏都是急性发挥的 你像我会给他播一个鸡蛋 他会帮我播子鼠 都是当时碰出来的 而这对CP的结合 多年合作过的那种默契 也让观众很期待他们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 让我们一起期待这部剧的播出吧